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现在村庄里面的马铃薯都成熟了 是时候要来多收集一些了 真是不错啊 还能够顺带带上一些种子 种在自己的土地里 还是很完美的 没多久 它也会直接长出来吧 小蓝 你从哪里挖了这么多的黑钥匙啊 还有坚硬的黑钥匙盔甲 现在跟着过去一探究竟 难道在这个水井里面 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我去她的房子里面看看吧 呦吼 还私藏了这个迷你墨的土地 真是不错啊 我带上一些装备 过去探探钱 也是很好的 这就准备冲进去吧 直接冲了 里面的空间怎么这么小 不过还好有一些黑钥匙 我的稿子挖不动啊 后面还有墨影龙和凋零 糟了糟了 飞回来了 真是太难了 没想到里面还有龙埋伏了 看来不能够随意进去传球门啊 还是去其他地方找找吧 海边还有一个小房子 这是谁住的 看着很神秘的样子 卢比 你再把家搬到这里来了 我不来玩的 地上还有一些木影球位 我们跟着过去看看吧 应该是谁放在地上的吧 就是这边了 好大的墨地传空门 而且非常的样式 刚好我带了钻石稿 咱要不先去挖一些矿 做一点装备 真是太好了 挖到钻石和绿宝石 现在进入传球门 应该会比较安全吧 那还用说 直接去准备暴风 那我也跟着一起进去咯 果然进来了 好朋友 快看看这边 有一个彩色的箱子 什么东西 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又是一个紫色的TNT 我靠 你点燃错什么 这也讲完了 今天我要休息休息 带上钓鱼竿 出去放松一下吧 免得又被那个路比坑了 靠 什么情况 孙明起来 我家搞破坏做什么 真是过分啊 溜的速度可真是快的 还好我及时的发现 可恶 我要把你也全部弄掉 这边还有一个白色的坑 让我看看里面吧 小雪怪 你怎么了 是不是被困住了 它还这么小 应该是自己爬不上来 你在这里等等我 让我想想 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它上来 去树林里找找吧 这个是女巫的房子 问要几瓶药水 应该没问题吧 这样的金块 还有药水 我就都拿着试试看好了 将它们融合成 快速生长的药水和苹果 小雪怪 我来了 这个东西给你吃 赶快试试看吧 应该效果挺好的 它突然变得好强壮 这么大一只了 居然送我如此多的矿石 做谢礼 真是太棒了呀 这次又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真是非常愉快的一天 这次我们来河边采花吧 这里好多的小红花 全部都带着 这边都摘完了 前面还有呢 真是人人不断呀 小河边还有一个铁婚蕾 你好啊 你在这边做什么呢 它好像是很喜欢红色的花朵 这边我有很多 全部都给你吧 不用感谢我 看它还挺礼貌的 给我一个钻石稿子 那就去别处挖矿好了 希望运气足够好 路上居然就有钻石可以挖 看来做好事 真的可以有好运 真是太美好了吧 我全部都可以挖掉 还剩下几块也挖掉吧 卧槽 你们是谁呀 看来要被抢劫了 别过来呀 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怎么还被笼子给困起来了 谁来救救我 肯无的劫肥 想擦也就算了 只来还绑架 能不能有点道德 铁傀儡来了 哈哈 你们这一下惨了呀 傀儡兄弟 帮我教训他们 好了 现在就我出来吧 真是一个不错的好朋友 十分感谢 行的一天开始了 这次来到了树上来玩 下面是什么东西呀 好奇怪的建筑 这是谁的房子吗 不过还在这里烤火 不过没有人哎 糟糕 是一个蒙面的小偷 他手里有武器 握不好靠近啊 得想想麻烦才行 这里有一个天地矿洞 刚好可以弄上一些天地装备 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个家伙了 先去看看他 孩子这里安稳着睡觉呢 就先给车子里放一些炸弹 等到他开的时候 肯定会很刺激的 大家敬请期待了 爆炸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